速度最快的鲨鱼 坚稳轻鲨 它们又称灰轻鲨 短期轻鲨和轻皮鲨 虽然没有大白鲨那么出名与凶猛 但是它们是所有鲨鱼中速度最快的 游速可达56公里每小时 通常情况下坚稳轻鲨体长在1.3到4.45米之间 而自媒体报道的体长6米不存在任何资料与数据证明 还有一样无法证明的是它们的寿命 至今没有科学家可以确证其寿命连线 因为它们尽情凶猛 而且喜欢攻击人类 也可能是由于人类的大量捕捞 导致坚稳轻鲨的复仇 使其逐渐演变成了杀人机器 遇到渔民的小船都会进行攻击 其实是因为它们是重要的渔货对象 用于制作肉制品 鱼翅 鱼干油和皮革等商品 仅是本每年捕杀的坚稳轻鲨就超过1000多端 再加上其他国家的数量 如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只好将其列为有可能灭绝的物种 为了保护生态的多样性 欧盟等国际机构在2019年斯里兰卡召开的 《华盛顿公约》议约国会议上 提案建议限制坚稳轻鲨的国际交易 而日本坚决反对此提案 并且日本水产天表示 即使提案获批 日本也可以提出不接受的保留意见 由此可见 鲸鲨鲨鲨最后还是会变为兵威物种 本期的世界之岁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关注哦 那边 展思了 还说中国有点疑似的